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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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亚雷斯下巴 常打进自己创造的点球后 苏产战平巴伦西亚后 巴萨已是斯罗西甲不胜 但球队在欧关小组赛 做场男赛托特纳姆 本场联赛帮手大战 要完胜赛维利亚 巴尔维德已经为巴萨找到出路 球队正处于赛季 一开始以来最好的状态 巴尔维德为巴萨找到了什么路 首先是调试出了最合适的主力阵容 确定那库地尼奥位置 前一打左边方 让阿图尔打中场 大大增强了巴萨中场的控制能力 阿图尔却少犯错 传球很多 成为中场润滑剂 巴尔维德说的 我们有时候再打四前锋 这种攻守不平衡的现象已被杜绝 本场阿图尔再次首发是个好现象 此前在沙特举行的巴大战他打满全场 如果巴尔维德仍对阿图尔有所怀疑 本场会以轮修为借口让他做板凳 可阿图尔依然竞身首发阵容 说明他在巴尔维德心中 已经成为绝对主力 巴萨中场稳固后 拳队就稳定的多了 现在的拳责危机 是皮克和朗格安没有替补 费尔马伦和安弟弟都有伤 当地媒体曾鼓励巴萨牵向19岁 埃甲赫斯中卫德与赫特 但在欧冠中表现不错的埃甲赫斯 是不可能赛季中突卖掉绝对主力的 巴萨要解决中卫危机 目前只能靠二队年轻人 巴尔维德已将处理从二队提罚到一队 球队状态恢复 与巴尔维德渐渐恢复水平有关 赛季出巴萨牵的差 成绩也差 是因为巴尔维德经常搞乾坤大挪一式的龙坏 坏人也是摸不着头脑 本场他的战略部署 则完胜本赛季下现象体主帅马钦 巴尔维德两刀马钦会和巴萨牵中场打对攻 所以并未固守船空 而是鼓励球队通过直船和长船打出进攻深度 巴萨前的三球都是利用了赛维利亚后防的巨大空挡 另外从换人上看 灯贝来出场有助于巴萨打出反击和深度 在尔吉罗伯托换下阿图尔也是在比赛性质变为交替板击时 用更擅长打快攻的罗伯托替下能控球的阿图尔 都是很有罗吉无可指摘的换人 梅西受伤肯定会让巴萨实力下降 球队近期还要遭遇三场硬仗 好在如今巴萨已经找回状态和自信 应该有能力应付梅西不在的这段时间 再见